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,你的订阅、点赞、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,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。 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美国汉学家刘子健的《中国转向内在》。 在开始解读之前,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。 普遍认为,中国的唐朝是开放自信的。 而晚清时代,中国闭关锁国,封闭保守。 很显然,中国文化曾经发生过重大的转向。 但是,你有没有想过,中国文化的这种由外向内转向的过程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 很多人可能会说,是唐宋之间。 宋代以后,中国就开始变得内敛,柔弱了。 但是,这本书会颠覆这种认识。 作者刘子健指出,中国文化真正的转向,其实发生在从北宋到南宋的过程中。 正是在两宋更替之际,中国文化一步步失去了蓬勃发展的能量,变得内向,变得僵化不前。 听到这里,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,中国文化的转向,为什么会发生在两宋之间? 而这就要从中国统治阶层的主体,士大夫身上去找原因了。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现象。 他们既是官员,又是学者,参与政治、思想、文化的方方面面。 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气质。 这样,问题就变得具体了。 这本书,其实讲述的就是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转变。 在北宋,还开放多元,还能积极进取的士大夫阶层,怎么到了南宋,就变得保守、内敛、封闭、僵化了呢? 作者给出的答案,是两个字。 恐惧。 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,给南宋政权带来的恐惧,让南宋在政策和思想上,变得越来越保守。 南宋统治者在反思北宋失败时,将北宋的改革和进取精神全盘否定,甚至不惜采取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,来维护帝国的统治。 而正是这些策略,一步步扼杀了中国社会几百年来形成的开放和包容气质。 中国从此,转向了内向。 提出这个观点的刘子健教授,可是全世界宋史领域的顶尖专家。 他1919年出生在上海,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。 抗战期间,他参加过抵抗日军的活动。 后来,刘子健赴美,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当教授。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就集中在宋代。 本期为你解读的这本《中国转向内在》,是他最重要的研究。 书中提出,中国文化的根本转向发生在两宋之间。 这个观点影响深远,到现在都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。 好,在本期的解读中,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转向是怎么发生的。 在这里,我把它分成了三步。 首先,北宋灭亡让南宋的士大夫们开始反思灭亡的原因。 这个过程中,保守主义者逐渐占了上风,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,背了黑锅。 第二步,南宋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保守,皇帝的专制权力逐渐扩张。 这个部分,我们会主要讲讲著名的奸臣秦桧代表的项权是怎么被军权排挤的。 第三步,南宋士大夫别无选择,只能提倡道德。 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。 南宋道学,也就是成诸理学,从异端学说成了国家正统思想,一直延续到古代中国结束。 好,在第一部分的开始,我们先来回顾一下,北宋是怎么灭亡的。 这是一切事件发生的起点。 北宋虽然也面临着来自北方辽国的威胁,但是还不至于对帝国的统治造成根本打击。 公元一一二五年,金国灭掉了辽国,开始了征服大宋的战争。 他们一路南下,终于在一一二七年,把大宋的两位皇帝,徽宗和亲宗,跟一大批皇室成员,劫掠到了北方。 这个事件,就是有名的靖康之耻。 北宋王朝从此灭亡。 在这场巨变中,宋亲宗的第九个儿子,康王赵构,幸运地逃了出来。 他在南京登基成帝,继承了大宋政权,开启了南宋王朝。 你看,南宋王朝一开始,就是在屈辱中诞生的。 建立之后,军事上也是节节败退。 高宗刚刚建立的小朝廷,在战火中四处逃亡。 最危险的时候,甚至只能逃到海上避难。 南宋朝廷建立不久,高宗皇帝就不顾身边大臣的反对,开始一次次的派遣使臣,向金国求和,把父母的奇耻大乳完全抛到脑后了。 在一一二九年的求和文书中,他甚至非常谦卑地写道,目前的状况是,我们想要防御,却缺乏人力,想要逃跑,却又无处可藏,所以只能祈求达成和解。 高宗这样说,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廉耻了。 在这场巨变面前,一些士大夫也表现得非常卑劣可耻。 这些人原本标榜忠诚和节操,结果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开封的时候,他们居然主动投降,甚至逼皇帝出城,让皇帝成了俘虏。 皇帝昏庸懦弱,同僚毫无节操,这都让那些希望重振国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冲击。 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,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军事力量,拯救社会的唯一出路是道德重建。 所以,那些有责任感的士大夫,就开始认同北宋时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看法,反对改革和变法。 他们认为,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。 宋神宗时,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变法,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强国家力量。 当时,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,就激烈地反对他。 神宗去世以后,哲宗即位,司马光重新执政,废除了新法。 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元佑,保守派就被称为元佑党人。 我们可以说,在那之后宋代的历史,几乎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,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,也就是元佑党人轮流主政的历史。 从1093年至1125年,北宋覆灭前夕,元佑党人失势,这是改革派重新执掌朝政的时期。 只不过,这个时候的改革派,已经彻底失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,对制度改革毫不用心。 道德上,也无所顾忌,只关心党派斗争,关心怎么打压对手。 特别是徽宗时期,蔡京专权,他借机极力打击保守派力量,把元佑,元佑时期,反对变法的司马光,苏氏等一共309人都定为兼党。 甚至,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,诏告天下,想让元佑党人永远不能洗脱罪名,他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能在京城做官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佑党集碑。 所以,南宋的士大夫一致认为,是改革派执政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命运。 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,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,一个个都尽若寒蝉,不敢出声,而保守派,大都侃侃而谈,批评变法。 他们先是批评蔡京,后来,高宗皇帝直接越过蔡京,把矛头指向王安石,说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,时不知,国家的危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,就已经开启了。 有保守派的官员甚至说,王安石的学术不灭,国家就永远不会复兴。 朝廷首先把王安石的牌位从神宗的宗庙里请了出去,这就意味着不再承认他曾经享有的地位。 紧接着,又撤销了曾经分给他的爵位,并把任命状从历史记录中删除,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从此以后,所有士大夫都对变法改革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,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议都成了离经叛道的言论。 虽然南宋周围有很多强敌,急需做出一些积极有为的改变,但是改革的大门还是彻底的关闭了。 保守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,他们真诚地认为,制度上的变革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,国家最需要的还是道德重建。 这符合传统儒家的看法,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道德的时候,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。 为了重建道德,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,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道学传统,回到人的内心,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。 好,这就是本期解读的第一部分。 士大夫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成了两个问题。 一个是以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改革。 所以南宋初期就开始不断试图清除掉王安石变法的影响,所有人都不敢再提出改革的建议,改革的大门彻底关闭了。 另一个原因是道德堕落。 所以士大夫开始强调道德建设对于国家复兴的意义,开启了重回道学的大门。 一道门关上,另一道门开启,这就是转向的开始。 南宋王朝在后来的政治思想上越发交往过正,中国转向内在的过程也就完成了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来讲转向的第二步。 皇帝集权让士大夫不得不自觉远离政治,只好把力气花在道德建设上。 在第一部分我们说了,士大夫对改革都战战兢兢,不敢提出建议。 这个时候,南宋朝廷不断加强君主集权,让政治气氛变得更加严峻。 士大夫变得越来越沮丧,他们想要改变政治,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君主的个人道德上。 宋代以后,中国的政治结构可以分为两股力量。 一方是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,另一个是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集团。 领导这个官僚集团的是我们常说的宰相。 这里说的宰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位名称,而是泛指官僚集团的领袖。 在各个朝代,很多职贤实际上都充当着宰相的功能。 传统的政治结构中,君主在名义上拥有绝对的权力,可以随意发布政令,罢免官员。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,皇帝很多时候又不得不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整个官僚集团的制约。 政治权力是否集中,皇帝是否有充分的集权,就集中体现在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当中。 南宋初期,因为军事上一直节节败退,主要负责朝政制定军事政策的宰相几乎都束手无策,找不出什么好办法。 于是,他们很容易受到对立派别的攻击。 皇帝为了保全自己永远正确的形象,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断撤换宰相,让他们当替罪羊。 南宋时期,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,这时有一个人通过各种计谋当上了宰相,而且独霸相权十几年之久。 这个人,就是有名的奸臣秦桧。 他的成功,不是因为宰相终于被尊重,有了自己的权威,而恰恰是因为秦桧彻底迎合了高宗皇帝的需要。 所以,秦桧的地位稳固,反而说明专制权力,变得更加集中了。 我们前面说了,高宗皇帝是北宋灭亡时侥幸逃出来的。 在逃亡中,金人曾经渡过长江,威逼杭州。 高宗最后,不得不坐船逃到了海上。 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朝廷,曾经在大海上漂泊过。 他们在海上还遭遇了三天的风暴,最远漂流到了福建的泉州。 最后,还是因为金国自己退兵了,才能死里逃生。 这种颠沛流离的逃亡经历,深深地印在高宗的心中,成为他永远的创伤。 而这,还只是外患,内忧就更加深了高宗的恐惧。 高宗刚刚在杭州重新建立政权不久,就遭遇了一场武将发动的兵变,迫使他暂时退位。 虽然这场兵变最终被平息了,但是从此以后,高宗开始不信任朝中的武官,时刻防备他们变得太强大。 以上这些经历让高宗得了创伤后遗症,他极度缺乏安全感,怎么保障安全几乎成了他唯一关心的问题,而这成了一个契机。 当秦桧成为宰相的时候,他体会到了皇帝的这种需要,就开始借此来扩大自己的权力。 秦桧先是向高宗表明,自己要促成南宋和金国的议和,但是为了保证议和不被打断,他需要高宗皇帝给他彻底的信任。 这种要求虽然加大了秦桧的权力,但是因为目的是议和,符合高宗的想法,所以这得到了高宗的赞成。 就这样,秦桧解决了外患的问题,接着他就要想办法清除高宗担心的内部危机。 他召回了在前线统领军队的三位大将,任命他们为疏密使,把他们的副将晋升成了新的将军。 从表面上看,这是提升了那三位大将的官职,而实际上却让他们离开了自己长久统领的军队,加强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。 在这三名大将里,就有年轻善战的岳飞,这时候只有岳飞直接表达了对于议和和调回的不满。 后面的故事,你肯定很熟悉了,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,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冤案。 但是,秦桧的种种作为,确实满足了高宗对安全感的强烈需要,这就让他越来越受到皇帝的青睐,更让他能够权倾朝野,一直占据宰相的位置。 南宋和金国的议和达成之后,秦桧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,清除异己。 他把朝中的反对派都驱逐出了朝廷,还发起了一次禁学的运动,进行思想控制。 秦桧的禁学,其实跟清代的文字语差不多,只是没有那么彻底。 他命令使官重写官方记录历史的实录,把里面对自己不利的内容,删的删,改的改。 他不仅改正式,还禁止私人写的历史作品传播。 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过审查,通不过就要把书版毁掉。 据说,秦桧临死之前,还在制定一个53人的弹劾名单。 这些高压的政策,让当时大多数的士大夫更不敢参与政治讨论,他们感到惶惶不安。 一招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 司马光的一位后人就被吓坏了,甚至不敢承认有些笔迹是祖先司马光的作品。 北宋以来,好不容易才形成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参与一事,在高宗和秦桧的高压政策之下,变得荡然无存。 士大夫全都在慢慢地转向内在,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。 在秦桧去世的时候,帝国的内忧外患已经暂时缓解,高宗皇帝的权力也巩固了下来。 这时候,高宗开始顺应士大夫的要求,清除秦桧的流毒,换取自己在士大夫心目中的良好形象。 秦桧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前任那些宰相的命运,替皇帝背了骂名。 所以说,士大夫的转变本质上,还是因为高宗不断加剧皇帝个人的集权,也正是这种个人集权深深地刺激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。 他们发现,面对集权,反抗是徒劳的,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皇帝,是个好皇帝。 这样,士大夫就只能寄希望在好好教育皇帝,让他成为一个符合儒家期待的君子,这一条出路上。 也就是说,想改革政治,只有从教育皇帝开始,这就是为什么,朱熹和他以后的道学家们,不断希望教导皇帝能够正心诚意。 这虽然看上去有些迂腐,但却是儒家传统士大夫在集权时代中唯一的选择。 你看,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重塑道德已经成了士大夫必须去做,而且几乎是唯一能做的事。 在这种情形之下,保守的理学一步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。 他们在北宋的时候还被看作是异端,到了南宋摇身一变,成了国家正统思想。 这一派的学者变得越来越保守,紧紧守护着前辈学者们开创的理论格局,努力维持着自己的正统地位。 中国文化也就在此彻底地转向了内在。 在第三部分,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转变的过程。 道学思潮,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理学,是在北宋时候兴起的。 他们把自己定位成儒家正统思想的继承者,还仿效佛教的传法系统,建立起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谱系。 道统就是道德的道,传统的统。 这些人建立道统,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,把那些跟他们理解经典的方式不一样的学说,都说成是错的。 另一方面,他们还有一个目的,是为了跟皇帝所代表的政治权威相抗衡。 你可能有点奇怪,为什么建立道统,能对抗皇权呢? 这是因为,在他们看来,道统代表的是圣人的权威,掌握的是天地运行的规律。 其实南宋刚建立的时候,政府并没有承认道学的合法性。 不过,他在民间传播得很好,很多士大夫也都信奉道学思想。 那些本来就倾向保守的人,接受了道学思想,认为自己拥有了道统的权威。 这就给了他们能够站在朝廷之外,批评政治的空间和权力。 南宋最重要的道学家是朱熙。 不能不说,朱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。 在学术上,他取得了极大的进步。 他充分继承了北宋道学家们创造的理论体系,兼收并续,把这个哲学体系变得更加细致和完备。 因为对政治失望,他们还努力发展民间教育, 在官办学校之外,传播道学思想。 他们中很多人四处奔波,举办公开的讲座,听讲的人,不分高低贵贱,都可以参加。 相反,官办的教育,因为政治禁锢,变得越来越僵化。 学生们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,毫不关心学术。 这样,教育的领导权就慢慢地转移到了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上,特别是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道学家们。 道学思想开始由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省份逐渐向全国各地传播,影响范围扩大到了现在的四川、湖北一带。 不过,这时候,在官方看来,道学还是一端邪说,因为道学家远离朝堂批评政治,生活方式也特立独行,这让很多朝廷官员感到不满。 一一九五年,道学被正式宣布为伪学,遭到了朝廷的禁止。 朝廷甚至还下令,每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都要写一份保证书,证明自己和伪学无关。 一一九七年的时候,朝廷更进一步公布了一份五十九个人的名单,宣布他们是伪学的领袖。 南宋最重要的道学家朱熹就赫然在列。 然而,这样的禁令也已经无法阻止道学的发展了,道学已经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理支持,在民间也有着广泛的基础。 道学的领袖朱熹一二零零年去世,他去世两天以后, 朝廷取消了关于伪学的禁令。 一二一二年,朝廷接纳了朱熹对于儒家经典、论语和孟子的注视,这表明国家逐渐放宽了对道学的限制,但是此时仍然还没有接纳为国家的正统思想。 那么,一直被当作伪学的道学,后来是怎么成了国家正统思想的呢? 原因其实是跟蒙古国的政治竞争有关。 一二三四年,新兴起的蒙古国消灭了金国,成为南宋最主要的敌人。 在前一年,也就是一二三三年,蒙古人接纳了耶律储财的建议,宣称自己是儒教帝国,还在北京重修了孔庙,试图在文化上跟南宋争夺政权的合法性。 南宋为了竞争,不得不重申自己在道统上的合法地位。 这时候,道学就成了有力的武器。 南宋政府把北宋的五位重要的道学家配享孔庙。 这个做法等于承认这五位道学家真正接续了孔子的真精神,也就等于南宋接受了道学对儒家道统的描述。 同时,南宋政府还强调,道统追随着承昊和承仪的弟子南来,传递到了江南,所以南宋才是继承了儒家正统的儒教国家。 为了更进一步统一思想,增加人民对南宋国家正统的信心,一二四一年的时候,朝廷举行了盛大的仪式,正式宣布道学为国家的正统学说。 因为道学这个词,在以往的岁月里,常常作为伪学被禁止,经历了太多的诋毁和污蔑,这时候再用这个词,有些不太合适。 所以,朝廷把道学改名为理学,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宋明理学的说法。 从此,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,所有科举考试和教学体系,都必须遵循理学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。 道学经历波折,终于从朝廷认定的异端邪说,变成了天下读书人都要信奉的正统思想。 但是,南宋朝廷希望借此重新振作国家精神的目的,却没有达到,也根本无力阻止蒙古帝国的扩张。 1271年,忽必烈将蒙古国的国号改为大元,1279年,南下的元朝军队又把南宋朝廷逼到了海上,在广东崖山展开海战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崖山之战。 最后,宋军全军覆没,宰相陆秀夫背着皇帝赵炳投海自尽。 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彻底结束了,中国进入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时期。 虽然是义族统治,但是元朝在文化上继续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,接受了理学。 于是,理学作为官方学说,一直延续到了清淡。 理学成为正统,说明这场向内的转变彻底完成了,而且一发不可回头。 理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保守不求革新。 他们采取传统主义的立场,虽然也强调个体对天理的体会和理解,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严谨的信奉儒家传统的经典。 在经历了北宋开创时期的开放和发展之后,后来的学者都信守老师的教诲和理论,所有新的发展都只是内部的理论完善,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突破。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,那就是从理学变成正统的那一刻开始,他就注定变得越来越僵化。 因为,假如理学还能保持异端的身份,远离朝堂,至少还能有批评和反思的空间。 但是,一旦他们成为了正统,他们又只能空谈理论,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来解决具体的问题,结果就只能跟朝堂绑得越来越紧,沦为了稳定政权的工具。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内容。 为了保持正统地位,南宋朝廷最终承认了道学的正统地位。 道学成为正统,就失去了它的开放性和创造性,变得更加僵化不前。 中国文化的转向到这里,也就彻底地完成了。 好,这一期的内容,我们就说完了。 现在,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。 《中国转向内在》这本书,通过描绘北宋到南宋之间的政治变化和文化领域的互动,希望能够说明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南宋开始转向了内在,变得更加内敛和僵化。 书中把这种转向分成了三步。 首先是,南宋开始之际,全国上下都认为,是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带来的影响造成了北宋的负面。 所以,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地提出改革的建议。 南宋初期的种种表现,又让士大夫们觉得,制度改革不能带来什么好效果,国家的强大需要道德的建设。 于是,改革的大门从此彻底关闭了。 其次,相比北宋,南宋皇权更加集中。 即使是秦桧这样,控制朝政十几年的权臣,也没有获得跟皇权制衡的能力。 他必须更好地为皇帝服务,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。 权力不断集中,让政治气氛愈发严酷。 士大夫们都不敢发声,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皇帝的道德教育上。 最后,为了跟蒙古竞争政权的合法性,南宋朝廷不得不接受了道学的正统地位,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和思想同时失去了创造的能力,变得更加僵化。 我们今天为大家说的这本书,其实是找到了古代中国历史最重大的拐点,从这里出发,分析了改变的原因。 最后,我们再来说说这本书的价值。 相比于西方的汉学家,刘子健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深入,也就能更敏锐地捕捉到问题的关键。 他明白中国的政治对思想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,所以他聚焦在政治和文化的互动上,深入体会传统士大夫的内心世界,准确地刻画了南宋的政治和文化氛围。 更重要的是,刘子健教授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有意识地反对历史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唐宋变革论。 唐宋变革论首先由日本学者提出,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化。 主要观点就是认为,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间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改变,开始由中世纪走向近代。 刘子健认为,唐宋变革论其实是在用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来比赴中国历史发展,背后预设了一个前提,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模式。 但是,人类文化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,把西方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,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。 今天,学术界反思这种看法的作品已经很多了,我们这期为你解读的《中国转向内在》就是其中的代表。 好,以上就是我们这期音频的全部内容。 好了,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,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,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,恭喜你,又听完了一本书。